伴隨著西曆8月8日 獅子座新月 我們亦正式踏入農曆的七月節 在這裡做一個小分享 分享一個佛教非常之殊聖的法門 就叫做報父母恩就 這是一個期間限定 因為根據記載 農曆七月去念報父母恩就 如果是在世的父母就會增幅添手 即使是往生 甚至是過去七世的父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過去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得到解脫和超聲 我就是這樣去念 Namomilito dopoisoha Namomilito dopoisoha 詳情你們去YouTube找 找一些高僧大德 一些正式的法師的開示 就會有更加詳細的資料 因為正所謂豬肉在前 我都無謂跟他們搶他們的credit 因為其實我都是跟他們去學 正如我YouTube這裡的底圖 如果喜歡聽廣東話的朋友 就有法性講堂的法人法師 亦都是我這次佛誕去歸醫的地方 或者在台灣也有個海濤法師 他的開示都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那些要念多少次 或者是否真的在農曆七月才能念 其他那些時候可不可以 就麻煩你們去拯救其他高人 祝大家接下來是平安吉祥 和你們的父母也都可以得到一份祝福 上升或者太陽摩蝦又叫山陽座 來到農曆三月節的自身整體雲勢 如何呢 有兩個好消息 其實第一個它本身是壞消息 但是正正因為這下 今期聽我塔子亂南星座雲勢 我教你們趨急避兇 所以正所謂弱箱都變首飾箱 將這個壞消息都可以變成一個好消息 因為我教你們如何避兇這個災劫 好 我想說其實最近這幾年 摩蝦你們是 這個是一向你們的性格 本性難以 但是特別加上社會因素 令你們的安全感是沒什麼 所以其實你們 近這兩年 就會是 經常要錢多錢錢錢錢錢 錢錢錢錢錢 對 很喜歡要錢 經常都是想著 當然 好聽一點的 我們會說你很有上進心 事業方面很有野心 希望得到一些成就 希望得到很多的資源 去回饋回你的親朋戚友 甚至回饋回社會 但是當然如果不好聽的話 就有些人會說你發錢寒 或者是 或者是 就是 你知道 那 而來到這個農曆的7月 我要替你 不要因小失大 首先 麻煩你沽寒一點 你知不知這個農曆7月 你的河包 是會 大大縮水 而這個縮水的原因 並不是關你自己工作事 九成九都不關你工作事 但是如果 我當真是萬一被人炒 凍薪 減薪 那這件事我會說是你 純粹你自己不幸 可能因為你的盤裏面有其他東西 但是照回聲象看 其實如果你 就是 用一般人的說法 正正經經 正正經經 打一份工作 做好你的工作 其實你的河包是不會有事的 但是就是外界的因素 永遠就會搞到你 呃 乾水了 OK 大家知不知 剛剛我唱歌首歌是否一個 是許貢傑的 是不是叫錢錢錢 是的 因為他下一句就是 說你 常人要錢 常人要錢 多錢 錢 錢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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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水 啥都和 乾水 啥都和 是的 當你們 河包乾水的時候 就什麼 都會 食光了 我剛剛說你們 恩少失大 麻煩 首先不要借錢給別人 首先 如果你說 恩少失大 應該 講我們一般的理解就是 有些小利益 而最后会得到大的利益 那我就劝你们 不要借钱给人 特别是如果人家说 我以后会还利息给你的 这个时候你们就相眼法量了 因少嘛 你贪这些英投少你 你最后就失了大那个本 它是会着草潜逃的 那块钱不会还给你的 你明不明 所以真的特别一些有利益 你以为有利可逃的东西 我拜托你不要因少失败 借钱是一回事 另外还有些什么呢 不要赌博 不要做投资 金国努力七月要小心 赌博投资这些风险炒卖的东西 因少失败 你以为可以赚到少少利益 但是最后你整个本金都洩卖 OK 又或者一些 金融那些东西都不好 可能有些外汇 你想去汇国钱 贪国率很高 但是不知道之后发生 忽然之间发生什么事呢 直接把你的钱锁了在这里 再次因少失败了 是不是 但是我忽然之间又说借钱那里 你说如果不是 我是纯粹借钱帮人去应急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会赚钱给我的 那就是我都不会因为一些小的利益 最后失败了 我都不关事 总之不要借钱给人 OK 总之任何外面的人 去斗你钱钱的东西呢 你绝情点 说不 要懂得去保障自己 你明白吗 我再说一次 你的荷包会缩水 并不是因为你的工作发生问题 九成九都不会是 如果是的话 是你自己不幸的 但是 是有人去打你的主意 或者一些你以为 付出一点就会有大大回报 你以为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但是它是陷阱来的 OK 甚至我要 讲一些东西给你知 很容易被人骗钱 小心那些电话骗案 色情陷阱那些骗案 还有 如果 就算你真是很幸运 有些地方你赢了个 大奖啊 奖品呢 都是会容易因少失败的 但是这个比喻 我就想不到一个 活生生的例子 OK 但是 我打一个很奇怪的例子 Let's say是这样的 我当 假设你真是去 打牌OK 卖了款 赢了很多钱 对了 然后就很开心啦 然后就飘飘然 打得很晚啦 但是怎么知道 晚上回家的时候 touch route 被个责人打劫 你明白了吗 当然这两件事 其实没有一个必然因果关系的 对吧 就是 对了 你明白了 但是 总之这个宇宙就是会这样去玩你 OK 你说是否完全没有一个关系的 又不是的 其实如果你本身不赢钱 你就很快 很快就会走人了 很快就不想再在那磨爛石了 OK 但是就是正正因为你赢钱 所以才在朋友家打牌打得很晚 也是因为这么鬼死夜 那些责人才会出没 OK 所以这里可能 会有点小小的确实力 OK 那 宇宙怎么去玩这件事 我不知道 但是 麻烦 你 就算有一些 十拿九稳 你以为赚到钱的机会 原来 原来他背后 是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那我希望你们是可以安逸到过 这个是 第1个消息 好了 来到 第2个消息 这个本身 是好消息来的 是什么的好消息呢 恭喜你们 MOKIJOR 你们终于不再这么严重了 不再顾一个 就是叫做面子 或者是一个 Public image 因为可能有时 社会的要求 一些道德的规范 令你变得好乖 做不到自己 但是你现在 是尽情可以 是不理 旁人的感受 但是 我不是说你选人来的 但是 你在一个 不伤害到人的 情况之下 但是你活出一个 真我 是变得好开心 这件事是要恭喜你的 OK 我打一个夸张一点的比喻 如果我当你们 如果我当你们 盛取向是我们 一般社会 是不 截立的那些 可能你们 会出柜 OK 或者可能 我当你一向是有 叫做逆服癖的 OK 那你来着 就会 尽情 穿得 很花蜜蜜 就是穿出自我 明白吗 或者 不知道 任何社会 很多规范 一直以为你去 扮乖 不知道扮到 怎样的东西 你现在 真是叫做 Don't give a damn 你来着就 完全是 活出真 然后 这件事 是 很大胆 但是你 亦都是 你身后你来着会有一种 人一世就一世 为什么要去 屈就自己呢 为什么不去尽情 去崩放 做自己的一个 这样的心思 OK 这件事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 终于去活出自己 因为真的 人生苦短 有时都 不需要去做一个 不断去 拜托很多的人 这件事 我自己都觉得很真的 有时 算了 我不要说自己这些 总之 来着 农历七月就有这两回事 祝你们好运 最后提醒大家 以后的星运post 无论在哪个平台 Facebook, IG, MEB, YouTube 都记得要 点击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没有财单 说真的 我塔尖链林星运 都算是在玄学界里 比较unique 首先我不是 透过Cartumens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师的一己之力 去讲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时 我讲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像的 或者是根据别人的盘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虽然坊间 真的有尖星司 会跟星像 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它们是根据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强调 星星是有自己 运行轨式 我们不应该被人为的力 去影响 所以我才会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时间会做15门月 但是今天开始 我决定了 为了令我的星运更加特别 我去走多一步 亦是给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说 在我弄了星运的影片之后 provided我有时间 我就会在看恒星planet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恒星银行的恒星 但是又要记住 其实因为恒星的角度 是触得很紧的 它就未必每一个月 就会对每一个星座造成影响 所以有还是没有 就会留待 翻译文字的description 给大家去发挂 啦